今天又是逢长天 现在买菜哈 这个一倍都都背不了了 我电瓶车上面后备箱还装满了 买点干子吃 葱王芹菜 豌豆底五块钱一斤 我们要吃的就是这个 鲤鱼 今天我们要做的还是一道火爆 川鱼地区的江湖菜哈 茯林榨菜鱼 这个鲤鱼 先把它片成片 这一条鱼刚好一斤半 12块钱 8块钱一斤 这个鲤鱼片开过后 把鱼芯线给它抽了 其实哈说老实话抽不抽都可以 但是我为什么要抽 如果我不抽的话有人会骂我 要喷我 我就把它抽了嘛 并不是抽了它就不会腥哈 这个腥味跟这个没关系 鱼肉打成鱼片 稍微厚那么一点点 太薄了容易烂 打鱼片其实很简单 左手按住鱼肉 右手打斜刀 给它片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香料 准备一块 胆水豆腐 切成厚一点的片 厚一点它才不容易煮烂 加准备一点这个培林榨菜 大概2-3克都可以 这样给它加点清水漂一哈 不然的话吃起来会比较寒 来准备一点泡浆和泡海椒 给它剁成末 姜葱蒜末给它放到一起 泡萝卜切成小一点的条片 和泡浆泡海椒放到一起 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了 和我们平时的家常度鱼也差不多了 非常的简单 昨天你了一个发过话 跟老本视频 老本说我的脸都圆了 我发现好像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 大家觉得我是该继续吃肉 还是该吃点素 在评论或者是弹幕打出来吃肉 鱼片马胃盐 鸡精 胡椒粉 料酒 水 先给它马云 再来一点淀粉 马云即可 平时老本在的时候 老本一般都穿起围要点 我都没有穿 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跟我留言说 这些菜都不是在我做的 我只是在那里做做样子 实际是老本在做 你们觉得可能吗 老本穿围要是帮我收拾 这些就是洗这些乱七八糟的 就是做菜的时候 不是会产生一点垃圾之类的 所以它穿起围要得 98号的菜籽油来一点 这个度鱼油一定要稍微多一点 油少了那就不好吃 练熟过后再来一瓢锅猪油 猪油炒花过后下入这些小尿 再来点四川豆瓣 先把它们的香味一起炒出来 下鱼骨头 说实话哈 这个网上我看了一下鲤鱼的做法还比较少 大家所以说要收起来 裴铃大胎倒进去 加入一瓶九零盐的饮料 酱油 胡椒粉 蚝油 鸡精 毛毛盐 烧开锅后把豆腐放进去 转小火度六分钟的时间把它度入味 鱼肉跟豆腐都烧来差不多了 这样用肉瓢先给它露出来 放入碗中垫底 把鱼片放进去 淋上两滴香油 来一点芹菜和蒜苗结结 鱼肉滑熟过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刀在垫底的这些菜上面 来点香葱结结 香菜结结 美味继承 不用呛油了哈 这道菜 非常好吃的 榨菜鲤鱼就做好了 鱼肉细嫩鲜香 榨菜脆爽开胃 还有豆腐也是特别的下饭 喜欢的朋友收藏走 有些人收拾走 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 就三个 这鱼好不好吃吗 鱼鱼不辣 是不辣 我煮了一碗就不辣 那鱼烫就不辣 煮了一碗 煮了一碗 我们会煮了一碗 吃了一碗 就真的是不辣 吃了一碗 吃了一碗 它的大才好吃 不是就是每天就有菜 哦 买菜就买一碗 不然你买一碗 天天这买那烫鱼 是三鱼鱼吗 三鱼鱼 现在你来找到三鱼鱼鱼 他們现在是三鱼鱼鱼鱼 三鱼鱼鱼 前面我才买的东西又贵 买鱼两家还是骨头买 鲜鱼要买10块钱 我都买10块钱 他买10块钱 前几天我在刷视频的时候 看到别给我吃驴肉 因为我还没有吃过驴肉 所以就想买一块来告一哈 这个是买家秀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卖家秀 看到这个驴肉好安逸哦 为什么我买回来就是不一样呢 这个驴肉我还没有吃过 我看所有卖驴肉的 都是河北那边的 还是打算做一个小炒的 先给它切成小块小块的 看这个样子切这个驴肉也有讲究了 应该切和切牛肉一样的 一定要逆着温度切 不然的话搞不烂正子顺着温度切 切成小一点薄一点的片 这个肉外面看起来没得好新鲜的 这里面切开颜色还是比较好看 来点胡椒粉 料酒 毛毛盐 老抽 下手给它码匀 先腌制起 坑到一边 姜葱蒜再来切上一点 都切成骨骨 再准备几个二斤条青椒也给它切成小骨骨 二斤条红椒给它切一下再炸碎 东西也全部准备好了 老板可能也没有吃过这个驴肉 我给它 问一下它回不回来吃哦 等脸说我没告诉它到时候 又找我吃个拐吗 回不回来哦 吃驴肉哦 老板留在开车不知道要去哪里 哎呀算了算了我自己也吵了 你去哪儿 去学校 去学校到这儿 你儿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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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学校的 干活了 好 好 哎 感觉有点失落啊 吵起吵起来吃饭啊呀 在那个卖家的广告鱼里面 有一句真子的话啊 天上浓入地下驴肉 我今天就要告一下看它到底有好好吃 哦哦 油没有了 95号来一点 油温露成热下入麻好的这个驴肉 驴肉是没有麻粉的哈 先给它炒散 划散过后用漏条先给它漏出来 将就这个油下入海椒 姜葱蒜可可 全部炒香过后下入驴肉 这个驴肉早知道应该用水冲一哈 颜色看起来有点深 青椒可可 调味蚝油 胡椒 胡椒 白糖 生抽酱油 继续用大火给它翻炒匀 大约炒一分钟后淋一点香油 和匀关火戳锅就可以了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哈 小煎小炒 非常好吃的小炒驴肉就做好了 味道跟我们平时炒羊肉炒牛肉差不多的都是加上带着一点微辣 吃起来是特别的鲜香下饭 喜欢的点赞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 今天中午谁吃一盘两个菜 这个是冷菜 凉拌的 嗯香 吃点这个驴肉看好不好吃 有点小小的翻车了哈 这个驴肉嚼起来比较柴 我们应该给它上一下浆 我看到切的时候这个肉质比较松散吗 我认为不会柴有点柴 没有什么意味 比较辣 还好吃 唯一就是这个肉比较柴一点饭吃了 我已经用小碗吃饭了不好意思 有很多粉丝建议我不要用大碗吃饭用小碗吃饭文明一点 其实我主要是想着 懒得多洗一个碗一个人又要煮饭又要洗碗好累吗 不喜欢吃辣椒的朋友 可以把这个青红热镜条换成 大的青椒和大的红椒它就不辣了 但是不辣的话 估计口感又没那么好了 这个饭已经吃扎过了 又是剩下乱七八糟的一片 我来慢慢的收拾 它就不过 这被我印象律的 像吗 你拿着 然后你把这被我印象律的 这被我印象律的 这被他拍摆了 感谢观看